赵丽颖是公认四大花旦中的一朵鲜花 自从她上月生下孩子 后就再也没在大家面前出现了 连她的微博也停止了更新 而近日她向粉丝主动公开了 出生婴儿的照片 让关心她的粉丝们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是她作为母亲第一次 向大家公布的宝宝照片 在照片里 小宝贝眼神清澈透亮 脸蛋圆圆 天庭饱满 德格方圆一副大富大贵之像 我们也深深感受到赵 丽颖幸福的笑容发至内心 更加迷人 赵丽颖是从大山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她能成功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从零开始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到现在她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明星 一平一笑一言一行都受到大家的追捧 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都非常亲民 她对人情事故没有冷漠和傲慢 这也是她成功的秘诀 当她宣布她和冯绍峰的恋情后 大家都希望她能幸福快乐 不忘初心 反观冯绍峰在结婚前后都尽职尽责 在赵丽颖坐月子期间一直配着她 安前马后无为不至 一家人其乐融融让人羡慕不已 只希望在以后的日子 李能相知相持相近如冰 让小宝贝在一个充满爱 充满欢乐的环境里健康成长 赵丽颖产后首次晒照 儿子名字曝光 网友 太随意 开玩笑吗 有种无奈叫赵丽颖的身高 每次都让其他女演员发愁 对戏真委屈 谈恋爱和结婚有何区别 冯绍峰五字暖心回答 网友 不要辜负丽颖 在2019年3月8日当天 赵丽颖顺利产下一名男孩 冯绍峰成功升级当爸爸 一家三口几乎得到了所有 人的祝福和支持 让旁人羡慕连连 近日 有网友爆出疑似冯绍峰照 丽颖儿子泡泡的敬照 网友还大赞泡泡很可爱很呆忙 照片中 赵丽颖抱着一名小孩子 大大的眼睛 嘟嘟的嘴巴 还有肉嘟嘟的脸蛋 看着特别的呆萌可爱 而照片中的照丽颖笑容特别温柔 眼神中都是对孩子的漫漫爱意 给人一种母爱泛滥的感觉 很多网友看到疑似冯绍峰照 丽颖儿子泡泡的萌照后 大家也都纷纷表示泡泡很可爱 和妈妈照丽颖长得还挺像的 相信长大后肯定是大帅哥一位 看到冯绍峰照丽颖他们一 家三口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粉丝们也都纷纷